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幼就带在身边 让他和自己一起到处争战 因为这个条件 多尔滚慢慢成长为一个勇士 十四岁那年就被封为了贝勒 后来和哥哥黄太极一起并肩作战 获得了不少军功 还拿到了正白旗的兵选 黄太极上位后 他倒也忠心耿耿 继续为他打下了不少的江山 黄太极论功行上 把他封为了和朔税亲王 虑子不知是否有夸赞多尔滚聪慧之意 反正在当时黄太极对多尔滚的宠爱是异于言表的 后来多尔滚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高 在军队也立下了威名 黄太极去的匆马 未定下黄太子 那么由谁来登基大统 成为了当下最紧急的问题 毕竟是能够号令天下的位置 谁能不掩馋呢 根据历史记载 多尔滚也非常想坐上龙椅 可是多尔滚心里明白 他和黄太极只是同父异母的兄弟 若他强行上位 名不振言不顺 龙椅还没坐着 就可能被扯下来 另外 有实力称帝的人并非只有他一个 黄太极的长子豪格 同样对那个位置虎视眈眈 且他的势力与多尔滚不相上下 多尔滚没办法越过豪格成为新帝 还有第三个原因 就是当时多尔滚能够完全掌控的势力范围 仅在于北京周围 虽已入关 但清朝的根基尚未稳固 很多明朝残部还在蠢蠢欲动 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 他贸然登基 若引起民愤 那肯定没有好下场 所以从各方面来看 多尔滚之所以不称帝 和孝庄是没多大关系的 只是局势给了他太多限制罢了 始于他为什么会选择支持孝庄之子 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或许也是真的有几分可靠 他的确和孝庄有几分私情 反正只要是黄太极的儿子就成 选弗林的同时还能得到孝庄的亲信 何乐而不为呢 我许是黄太极的儿子就成功了